请长官放心 胡子平已经在我手里了 对 共军策划了一起抢人行动 已经被属下彻底给挫败了 那个 接人的飞机什么时候到 我是怕夜长梦多 那个 属下明白 属下明白 对 一定要斩草除根 确保万无一失 对 请长官放心 保证不辜负您对我的重托 是 有什么情况我及时向您汇报 是 是 我 阿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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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一个人哪 我怕你出事 让他们出去找你 没有 没事 陆周承德行的道路啊我非常熟悉 绕了几个弯子啊 陆周就把追兵给甩了 那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啊 是这么回事 你们那个小怪的兄弟啊 被敌人给抓去 我找关系啊 给疏通了一下 应该很快就能放出来 看来 徐掌柜 在国军内部有线人呢 有 而且我还打听到 胡子平现在就被软禁在 陆周驻金指挥部里 这次 咱们的损失太大 我也成了光杆司令 可是胡子平现在在敌人手里 咱们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救他呀 你有什么想法 你有什么想法 你马上通知 在城外接应的监督队 让他们全部连眼尖上 时间紧迫 咱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那就是抢人了 计划我已经有了 现在缺的就是人手 到诸军指挥部抢人 那可是重兵把守 照现在的形势 那就是茅城里点灯 找死你 庚大少 请你说话注意措辞 我没那么多文化 我不懂什么词是对的 什么词是错的 我就是不同意这个方案 胡子平的重要性用不着我再多说了吧 不冒风险 怎么能够救得住人来 风险不是那同志的生命开玩笑 只要能够把人救出来 牺牲几条人命 作为代价那是值得的 应该的 刚刚明经不能够怕死 因为你 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你得为丁琴的事情做得 庚大少 我不管你这个尖刀队长在外面多扭矩 到了我这儿也就得是我的极致 你的任务只是接人 至于怎么救人 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那好 那你就去救我 我在这儿等你 你 你这是消极抗命 我现在就可以处局你 妈妈妈妈妈 我说这儿 你只要得出去 寻你 那我说 不认识 为我 你 空 我 可以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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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